我 見過孫總了 孫總呢 他知道自己錯了 所以給您寫了一封信 希望求得您的原諒 這個呢 你恐怕要失望了 我不接受任何人 為他求情 咱們聊點別的 謝謝你 要不要聽我解釋解釋 我不想聽 好 我呢 跟他結婚二十年 白手起家 有兩個孩子 可是他卻為了 一個認識不到一年的女人 背叛了我 但最可氣的 是他深深地傷害了 我的兩個孩子 我現在需要一個人養孩子 還要收拾他扔下來的那些浪攤子 所以這個人對於我來說 已經死了 不存在了 她沒理解 但是對於 你打算原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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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那個女人叫溫莉 她不但勾引了孫總 她還勾引了我的丈夫 她還勾引了我的丈夫 不光孫總為她轉移了財產 我的丈夫也做了同樣的事 她不但勾引了孫總 她不但勾引了孫總 她還勾引了我的丈夫 我們兩個都是受受害者 然後你身邊的咖啡 謝謝 男人都一樣 我們為他們付出了全部 可是他們卻為了 那樣一個女人背叛了 可我不甘心 我一定要把她揪出來 讓她受到應有的懲罰 你願意幫我們 怎麼幫 孫總背著您 非法轉移了很多財產去國外 但是那段時間 你們的夫妻關係 是存續期間 所以您有資格追討 如果你願意去監獄 見一回孫總 她願意告訴你 錢的去向和渠道 不過 最後 願不願意追回就看你 那你呢 等你見完孫總 如果相信我的話 我希望 你把孫總告訴你的 全部信息都告訴我 我去想辦法 對付那個女的 可以啊